詞曲 李宗盛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 还是我把爱笑得太天真 我不了解天长地久 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 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天生 那人在风里人在雨里 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 我不能重逃不能停留 不能抗拒命运左右 想斩脱为爱带的枷锁 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 一个破碎的缘破碎的美梦 有它有什么用 那人在风里人在雨里 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 我不能重逃不能停留 不能抗拒命运左右 就这样松开紧我的手 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 到爱走 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 救命运左右 怎样 王师嵩接旨 奉奸承运皇帝诏曰 都统治王师嵩通敌叛国罪无可换 满门抄斩 请此 搜 还少一个儿子 二公子 公子 下阵以韩国统治之罪 来朝老都统治虎 爹 爹 爹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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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要去见我爹娘 公子 公子 他们就来了 你快走 你快走啊 公子 你快走 快 快 快 救命 来啊 来啊 来 来 贵妮 黄大人等你很久了 贵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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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惊为天人 喜欢吧 漂亮 赵妮 樊主 走, 走 你別殺人, 你幹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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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头是桂英姑娘换衣服的地方 你不能进去 说不定里面查了个男人 夏统治 你这话怎么说的 淳香妹 让她搜 桂英姐 我要是让开 叫夏统治看她不该看的 对你也是种羞辱 沦落青楼 夫妇何言 让她看吧 让开 夏统治 你找到你要找的人了吗 我一定能找得到 军爷对不起 小的可以桂英姑娘送冰糖莲子羹来 他要犯了军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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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奴才 我抓死你 我抓死你 敢挡我的路 你就是夏阵要抓的人犯 没错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这么闯进来跟他照灭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想他绝对没有料想到 我竟然敢公然出现在他眼前 好胆是 好胆是 可是你能这么做 一定是有人理应外合了 桂英姐 我原先是看不惯官兵的作威作福 才故意跟他们作对 后来看到他不像是坏人 才起了侧隐之心 春香美 言下之意 你连他的底细也摸不清楚 就安排他躲进我的房间里来 够了 既然收留在下 让姑娘为难 在下离开就是 站住 桂英姐 刚才夏阵已经认出你的面目 你这样出去的话 妈妈认出你是外人 我也难逃窝藏人犯之罪啊 说 你是谁 为什么夏阵要捉拿你 守着 是 夏阵 怎么 空手而回 你还是没有抓到王仲平是不是 属下无能 属下 老夫看 你是连中军统治都干不下去了 请相爷饶恕 请相爷再给属下一次机会 你找什么东西 你知道老夫要找的是什么东西吗 算了算了 把这些东西全拿出去给老夫收了 看来 这又是一桩 一桩 朝中全臣 陷害重粮的冤案 真不敢想象 这王家上下一百余口 落在夏阵的手里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最凄惨的 就是一家大小 不分男女 满门抄战 上门宽带者 就有十五岁以下的男丁 被发皮鞭将 女眷则公开关卖 或是卖座小妾丫鬟 或是被卖入青楼危机 贵鞭姑娘 何以对这一切辽若执掌 我家贵鞭并不是天生就在青楼的 贵鞭姐原本也是官换千金 父亲惨遭金人杀害 而家破人亡 贵鞭姐就是被官卖为妓 原本我以为贵鞭姐够可怜 像不但这傢伙更惨 贵鞭姐至少还知道她的仇人是谁 而你全家被抄了 还不知道谁在皇上跟前摇耳朵吗 我爹素来连结自爱 只知道杀场杀敌 在朝廷却是谦逊卑躬 从不恕敌啊 所以说我不犯人 并不表示人家不来犯我 我爹当年就是泰国连结自爱 不懂屈颜复始才会 算了 贱臣不堪回首 我应该把他忘掉 免得自寻烦恼 不 满门遭害 家破人亡 刺仇不共戴天 咱们能忘呢 忘了的真的不多只盼望 那人在风里人在雨里 人家爱的岁月 人家爱的岁月 割袍断翼 我自行远调边陲 却不料重逢之故 是因为通敌叛国 大哥 你要是真的入罪于我的话 那我们全家会满门抄斩的 大哥 大哥 余帝给您跪下了 你 你这成何体统 堂堂的一个相爷 大哥 余帝不是什么相爷 余帝只是您的 祖上鱼肉 只求大哥能够高抬跪手啊大哥 一起来吧 大哥 你 你真的饶过了余帝了 大哥 多谢大哥深恩厚义 余帝莫扯难忘 日后避图报答 大哥 那 那您这封信 这封信 余兄自会妥为收藏 余兄已举驾千回剑业 正好就近观望 你要敢再心存妄念 别有所图 就休怪余兄翻脸无情 大哥 得不到那封密击 将来更是后患无穷 当务之急 还是先设法抓到王仲平 斩草出根 相爷 这幅观音像可不能烧啊 烧了有入神明恐怕对我们不利啊 带回灵安交给夫人就行了 是 下车 老夫想出了一个锦囊妙计 那就是首先引蛇出洞 然后再瓮中捉憋 这一次你要真实再办不好的话 老夫绝对不会轻饶了你 是 这一次我一定把事情办好 多谢相爷给我机会 碧玉啊 我要陪着桂英姐吃饭 你把饭菜交给我 你先走吧 哦 桂英姐 快开门 是我 放着王公贵族不要 竟贴小白脸 自该下见 桂英姐 这告示上写着 都统治王失松 通敌叛国 十恶不赦 六月三日五十三刻 建业释曹 就地正法 满门抄斩 六月三日 那不正是明日吗 所以我不敢让王仲平知道 只要你商量啊 我怕 这就是要抓王仲平的圈套 可是 这也是他见到他父母最后的机会了 不告诉他的话 那不是对他未明太不公平了 是 是不公平 就算这是拳头 我也要去见我爹娘兄弟最后一面 站住 站住 你要走也不能现在走啊 从来就扭过男人 在夜晚进出我的房门 你这一出去 就会使人怀疑了 难道你要我做事 王家败鱼口 在心场惨死 而我 却藏在青楼之中 在女人的掩护下 坐着缩头乌龟 你除了两票红月 也进不了建业城啊 我相信这时候在城门口 已经剩下了关卡 准备要抓你 要是被他们抓了 今夜是早 仍能够见我爹娘兄弟一面 一家人死在一起 总好过孤零零的毒祸人间 你这是什么话 楼椅尚且偷生 你要是不怕死的话 干嘛逃进来呢 没理由牵连我们姐妹俩 窝藏你这个人犯 黄公子 医官给你张罗好了 明儿个 我设法把你弄出飘红月 以后呢 你就住在猪儿家里 改名换姓 等风头一过 再四季报仇 多谢春香姑娘费心了 春香妹 你也忙了一天 早点休息吧 也好 王仲平啊 你可得安分点哦 今天晚上呢 你就睡在外访椅榻上 以玄关为界 可不准你月雷迟一步哦 我看王公子也是一位君子 李当不会越轨啊 他不越轨 你也不能越轨哦 你胡说些个什么啊 横竖呢 亦有什么动静 你就大叫啊 外头呢 有保镖守着 随时会进来保护你的啊 是什么啊 最后还能探紧了 我看你用那个啊 算命啊 我看你了 是什么啊 你也位的包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 桂英姑娘 不要惊慌 不要大叫 在下只是有一事请求 你先退出去 好 你想干什么 惊慌了桂英姑娘 在下万分抱歉 然而只是在下六神无助 方寸大乱 眼前只觉得是一场无止境的噩梦 为什么醒不来呢 这深梦 你倒不会觉得痛啊 王公子 对不起 我刚才以为 想起 我王家一门钟亮 三兄弟自幽追随父亲 倉筑边垂 眼见的 竟是万里狼烟 哀鸿遍野 如人间炼狱般的战场 我们以心渴望的 只是和平 如今宋经已经和谈了 终于叛到和平了 所以 我们才能举家还乡 再建业顶居 吃一口安乐茶饭 学一学 换门的子弟 是怎么样过活的 我也学会了赖床 每次我一赖床 我娘 总是坐在我的床边 咬我 轻轻地打我 在我脚底下搔痒 我们不必再担心精兵 随时犯罪偷营 后来大哥薄萍 娶妻生子 大嫂又忙着照顾儿子 老是没一顿安稳饭好吃 我最疼爱的 就是这个小侄儿了 叙子 最疼爱的 是 我是莉莉 打一掌链 未来就变成了乌鸦可归的 童帝要犯 为什么我爹为国取劳 出生入死 他的下场 居然是绑腹失操 斩首失众的下场呢 王公子 你冷静一点 你此刻的心情 我能够了解你 既然了解我的心情 还能教我怎么冷静 你想想看 每日五十三刻 骨骑三头燃头落地 你想 我没了爹 娘 兄弟 还有我可爱的小痴儿 没有了 一切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了 王公子 你不要再去想她了 你再这样想也于事无补 我 桂英姑娘 我求求你帮帮我这个忙 帮我混入剑烟城 只有我混入了剑烟城 我有我自己的心肠 是生是死 我自己会承担 绝对不会连练桂英姑娘 不 这 桂英姑娘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愿意来生为你做牛做马 好 好吧 快点快点 站住 喂 看够了没 走 走吧 来 桂英姑娘 春香姑娘 王公子 二位姑娘 请站在原地 听我说几句 王公子 中平此趣 生死未卜 二位姑娘救命之恩 不知今生是否能够报答 二位姑娘 请受我王仲平诚心三拜 王公子 不用了 请起啊 桂英姐 你是不放心啊 春香 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吗 有办法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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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你了 没有耶 喂喂喂 春香 春香啊 我跟你们讲啊 王仲平在上面 你 discover 找一个 走了 让让让让 上开 fucking 那就睡吧 不要看了 这个 快 出这儿 往 Maintenant 走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十三刻已到 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王世宗没有统敌叛国 我抚养无愧 王家上下白鱼寇 今日寒冤去死 天地神明昏见 天若有也 为我昭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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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罗永远 为我丢协 天罗永远 为我丢协 天罗永远 为我丢协 天罗永远 你不能去送死啊 放开我 放开我 不行 不要去啊 在那 在那 在那里 天罗永远 为我丢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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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edge 快死 按指教 岳月飞煦 霍英姐,岳月怎么会下雪呢 又岳月,真是渊雪 新王子,新王子 不要去 行 给我招住了秘书师 不要去 放开我 快走 姐,我们走吧 来,我们走 我叫你 我看你 不是 我看你 姑娘 请问你们干什么热闹 听说那刑场的书生被知府抓了 正在攻城地放你 快走 大胆刁民见了本府还不下跪呢 好 哎呀 跪下 你这刁民先是扰乱刑场 进而冒犯中军统治下阵 以本府所见 你就是朝廷侵犯王仲平 他不是啊 他不是啊 那他是谁 他 他是 我是 敢言人不能言 行人不能行的有事之事 试问 皇后统治一家 惨死刑场 鬼曾公开审问 不见人证 不见物证 这是于大宋的哪一条律 哪一条法 这是于圣旨下令就地出展 如此说来 朝廷行事就可以不应律法 朝廷执法 如此草率 要以和服众 你既是有事之事 那就更不该冒犯夏统治 冲冠一怒难以自持 试问幼子何故 为何也难逃一道之故 说什么以德服众 行什么终数人道 一智天下 都不过是问过是非之词 哎呀 姓皇的 你气疯了是不是 你说这些话不怕杀头啊 你所言不无道理 然而你今日所为 难逃王家余孽之险 本府一律 必须将你记押 来这儿 在 且慢 宋律明定 有功名者 可以见官不贵 行不上身 依法你不能抓我 如此说来 你有功名在身 你葫芦里卖什么药啊你 陈上来 豪州菊子王魁 这位是在下的朋友 丁宝柱 对对对对 他跟我还一块住呢 好 你们退下 王魁 你虽然有才有士 但流于年轻气盛 血气方刚 切记 刚者一折的道理 本府希望你好好的读书 求取功名 将你过人的才势 用于弑君之名之上 来人 来人 在 将王魁丁宝柱无罪释放 退堂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来 走吧 好了 没事了 王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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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死猪儿 你干吗老喊他姓王的 你刚才叫他王仲平算了 你这个猪脑袋 王公子 夏统治晚到了一步 夏官已经把人给放走了 他可能是亲命要犯 你知不知道 他不是 他是豪州举子王魁 还有家乡父老联名尚属的信函 凭此信函方可进京赶考 哼 就算他家乡父老 站在这儿作证 你也不能将他放走 他冒犯本统治 本统治要知他犯证之罪 哼 本副只知道依照大宋律法 凡是秀才或是举子 可以信欲论而罚实地 可想行不上身之权 此乃太祖皇帝尊奉如学之事所设 属下官不敢稍微 哼 走 是 下官阵 您别跟那些婚官一般见识 依小的所见 您也该找些乐子 犒赏犒赏犒赏自己啊 说得好 本头是真想见见那个 姜桂英 从今以后我什么也不知道 命运的作弄 推我到天涯海角 就是断不了爱恨纠缠的煎熬 谁叫我为你生魂颠倒 陷入这身不由己的苦海之中飘 爱你恨你 爱你恨你又想你 是我自己愿意走这一招 谁叫我为你生魂颠倒 说过要放开了手 自己又不停回头敲 爱你恨你又想你 是我难忘你给我的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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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